终于挂完号,排个专家号,排了一个月 然后终于看上了,在医院等了二十 然后见到专家本人了 然后专家就说,没有什么事就回去吧 那大数据、大模型和AI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边要录演了 录演的意思就是拉投资,介绍现代品 这边市场的订单的进步 所以来宾,大家下午 这是想标题所述,我是来自于大海交通资游医医院 就是热金院、卢安丰院 谢谢 要看门诊,有需要做其他的事情 病人他等不及呀 一个问题抛过来 15分钟,医生你在吗 半个小时,医生你还在吗 哎呀你长结结了,不得了 这个是癌了,这个要开刀 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让我们这么多 我们这个团队长期的工作就是在研判 这个阶级的危险度到底怎么样 它的危险度的分层直接取决了你是需要定期复查 还是要尽快的能处诊断或治疗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通过了AI的长期的合作以后 我们建立了一个大数据的模式 我是美丽罗宇科技的旅言 所谓AI也就是人工智能呢 它的其实本质也就是数学模型 后面这个 它实际是在接近路眼中 它的路眼呢,就是刚才听了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上海市的交通大学 附属医院瑞基医院的一个主治医生 它是甲状腺的 就是因为那个人生活不规律啊 现在甲状腺疾病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 然后女性是男性的4.4倍 然后呢,他说这个甲状腺疾病经常我们病人吧 会遇见问题就是 哎呀,我拍了一个片 哎呀,我发现有节节了 哎呀,我焦虑担心 各种茶茶茶 然后后面实在是熬不住这个压力了 然后没办法 只能去医院挂号 终于挂完号 排个专家号排了一个月 然后终于看上了 在医院等两小时 然后见到专家本人了 然后专家就说 啊,没有什么事就回去吧 然后经常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就这个问题呢 开发了一个元宇宙 然后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个虚拟的问诊 而这个呢 就是元宇宙的数据模型 医师和数据呢 它是从他们这个医生 就这个整个医疗款 对他们这些年的工作经验累积起来的 所以你可以达到一个基础的问诊 而不需要说 等待的医生重复给你解释 为什么我给你做这样的判断 就是你可以回去的并没有事 费主人还说了 他说正常来讲的话 假装心理疾病 就算你查到有节节 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 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来讲 可能有十个 就是觉得有问题的 有十个和九个 有九个其实都是没有很大问题的 然后其中的那个一个被发现的呢 他基本上是就是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治疗的 但是被发现的一个呢 也有三种情况 就是轻微的中间的还有比较严重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根据医生来给你 专业的医生给你进行下判断 但是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他的水平经验都不足不足 就会给你看的说 哦你有节节啦 你这很严重 必要做手术 必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就导致说大家就很重视这个东西 然后一谈到这个东西 我得了假装节节了 我就很恐惧 他说并不需要这样 然后呢他也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吧 然后就建了这个元宇宙的这个项目 然后他现在是在抖音 人宅哥啊 市场媒体上都有他自己的账号 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他会有这个专业的方面的这个客户给到大家 这是工艺项目 博曼熟 这是未来的汽车 带来这个一体气 我感觉这款车不一样的是 他说头顶的一股 看到吗 这样铺起的事情 看到吗 三个 就这次车 这次车 几月 什么 21.99万 百度和吉利 哇 太小分了 节目巨大 这次车 这次车 它是这种感觉啊 漂亮的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另一款 太轻轻了 这次车 它是风车 它是风车 我这边是 仅值得这里 这边的眼镜 有一车 侧的面 挺好看的 这种零线型的感觉 第一个 突缽的 这种小型的车 我看一下 胜太门的 这是内部 相对简单 摄像头挺多的 你看 看这个是L4级别的 这是另外一个管 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 哇 这都是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的 有体验 有这 有那的 都是这样的展示 这里有邀请赛 没不懂 但你们随便逛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背后这个地方 其实它在举行一个会 那会就是研究这个跨境出海 人工智能跨境出海的 因为是付费论坛 门口很多人 然后我进不去 然后他们说英语和中文双英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节奏 就是先介绍 我自己是干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现场提问的环节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楼上 楼上的它主要的就是内容呢 就是各种小型的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小型小某块组的 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 比如说我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并不都是研究整体机器人的 那个就不是说所有的公司 它都能融到几十亿几十亿的这样的资金 那一些小型的小差 逐于这个行业里的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就在这里展出 然后有一些投资人 有些上下游啊 他们就会去聊一聊合作这样子 大数据大模型和AI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 大数据就是AI和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石 就是所有的这些学习和提高 都是依据于大数据 未给这个人工智能来进行学习和提高的 就是方便你更好的理解吧 我们学习的知识呢 它就是大数据 然后呢我们通过学习知识呢 总结的这套公式 它就是大模型 我们通过学习这套知识理论 形成我们个人的知识体系 它就是AI 现在明白了吧 那我们形成的这个知识体系呢 它不是一成普遍的 它也需要不断地提高 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修正 不断地改正 然后不断地进化的 所以呢这个 所以AI也是一样的 它是需要不断地学习 提高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为 它有几点零 几点零的人工智能模型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现在这些企业 都在抢算力 抢高端芯片 去提高算力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为 它算力越厉害 算力越高 那么的话 这个AI的分身就越多 那同样 你个AI都有24个小时 那么你的算力越强 那它的分身就越多 当你这个 简单的那个算力 它还停留在小学习知识阶段 那个分身已经进化成国师了 那你可想而知 同样的时间段 那么你算力越高 那你的进化速度就越快 所以为什么插GP 这么厉害就因为它已经是E级别的 只用数据模型来进行训练了 所以遥遥领先 明白了吧 今天观展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 点赞 转发 拜拜啦